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2023年的结束,台积电将面临起领先半导体制造工艺的成本增加。 目前,台积电量产最先进的工艺是3奈米。 一份报告显示,未来3奈米和2奈米节点的成本将大幅增加。 分析师报告称,这些潜在的成本增加可能会影响苹果高阶和低阶科技产品的利润率。 3奈米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台积电的大部分最新产品都供应给苹果。 在2022年就有报道称,台积电的3奈米晶圆成本约为每片2万美元。 随后又有消息称,每片晶圆成本可能会上升到2.5万美元或降至2万美元以下。 在2023年,人工智慧、AI晶片崛起,搅动了半导体世界。 晶圆成本将进一步影响产品成本计算以及昂贵晶片制造设施的投资预期。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ies分析师近日发表报告,呈制造商过渡到2奈米工艺后,相比3奈米工艺,制造成本将增加50%,导致每片2奈米晶圆的成本为3万美元。 IBS预估,一家月产能5万片晶圆的2奈米晶圆厂WSPM成本约为280亿美元。 而建设相同产能的3奈米晶圆厂,预估为200亿美元。 实际上,这些将对苹果影响最大,但如果当前的AI浪潮在三年后完全实现,那么包括AMD和辉达在内的公司也可能面临预算紧缩。 辉达已经在销售基于台积电5奈米构建的AI产品。 业内消息称,辉达下一代GPU将采用3奈米工艺,而在首批2奈米生产中,高晶片成本的负担将直接落在苹果肩上。 由于AMD和辉达的处理器和GPU具有更高的功率,并且是为繁重的工作负载而设计的。 因此,AMD和辉达通常不会受到先进晶片技术,最初大规模生产的高晶圆成本的影响。 然而,半导体市场的供需动态很可能意味着AI晶片价格会上涨。 如果需求超过代工厂产能,每片2万美元的3奈米晶圆可能会变得更加昂贵。 台积电和三星等代工厂拥有固定产能,如果他们确信需求将超过供应,那么投资新设施的初始成本通常也会转嫁给客户。 特别是台积电,经历2022年的噩梦后,在过度扩大产量之前会更加谨慎。 台积电不仅多次修改2023年的收入预期,而且在2022年晶片整体放缓的情况下, 还不得不应对过于乐观的客户预期。 高盛此前在一份报告中下调了台积电3奈米和2奈米工艺的产能利用率, 台积电2023年3奈米利用率预估下调至36%。 也许这就是3奈米每片晶圆成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并未低于2万美元的原因。 尽管杂音如此不断,近日市场消息传出,台积电研发组织传出, 12月加发特别贡献奖金,为了研发人员辛劳。 相关讯息让外界认为,研发部门协助台积电3奈米顺利放量, 以及后续2奈米开发有显著进展与贡献。 对此,台积电12月底回应称,公司一直以来, 皆秉持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的理念,照顾员工, 致力于给予员工一个在同行平均水准以上的薪酬与福利, 在兼顾外部竞争、内部公平及合法性的前提下, 提供多元并具竞争力的薪酬制度, 并秉持与员工利润共享的理念, 吸引、留任、发展、激励员工。 台积电一直注重研发投入, 该公司2022年全年的研发费用达54.7亿美元, 用以扩大技术领先和差异化优势。 其中,5奈米技术已是量产的第三年, 为台积电营收贡献26%。 N4节点也于2022年开始量产, 且推出了N4P和N4X制程技术。 据悉,N4X是台积电第一个专注于 高效能运算HPC的技术, 预计于2023年进行客户产品设计定案。 另外,台积电报告中显示, N3技术于2022年量产, N3E预计于2023年下半年量产, 预期N3家族将成为台积电 另一个大规模且有长期需求的制程技术。 此前,2022年6月底, 三星宣布成功量产300米工艺晶片。 2022年12月底, 台积电正式宣布启动3奈米晶片的大规模生产, 比三星晚了半年。 一类人士表示, 台积电最大的优势在于工艺制程, 过往的7奈米、5奈米等等工艺 基本上都是台积电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 虽然三星也有对标工艺, 但是良率远不如台积电。 在此背景之下, 据Money DJ报道, 供应链传出消息称, 台积电2024年3奈米新晶片设计定案 New Tape Arts N2的数量激增, 除了联发科、AMD、 辉达、高通、 英特尔等客户将接连导入外, 目标2024年下半量产的N3P制程传闻, 也拿到了特斯拉的订单, 预计将为特斯拉生产后续新时代的 全自动辅助驾驶晶片, FSD晶片。 从中可以发现, 特斯拉积极参加台积电明年的 3奈米NTO晶片设计定案, 这反映出, 市场对先进半导体解决方案的需求不断增长。 台积电的N3P制程计划于2024年投产, 与N3E制程相比, N3P的目标是将效能提高5%, 将能耗降低5%到10%, 将晶片密度提高1.04倍。 台积电强调, N3P的效能、功耗和面积、 PPA指标以及技术成熟度 都超过了英特尔的英特尔18i制程。 实际上, 科斯拉与台积电的合作并不新鲜, 科斯拉过去曾下过多个订单, 之前的合作项目包括采用7奈米工艺的Duljo D1晶片 和采用5奈米工艺的HW4.0晶片。 科斯拉加入台积电N3P客户名单 标志着两家公司的战略举措。 据业界人士表示, 科斯拉旧款FSD采三星14奈米生产, 后续升级至三星期奈米制程, 之后考虑设计升级、量产质量级生产规模, 其HW4.0自动驾驶晶片转投台积电怀抱, 并采用台积电5奈米家族生产。 随着特斯拉目前已在台积电下了NTO, 预计采用N3P生产第五代自动驾驶晶片。 市场则预期, 在相关订单涌入下, 特斯拉有机会成为台积电第七大客户之一, 为台积电的收入增长轨迹注入新的动力。 随着特斯拉继续引领汽车行业的创新技术, 与台积电的合作凸显了半导体进步, 在塑造未来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中的关键作用。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